你怎么突然来找我 你喝酒了 小妞 没事 我就是心情郁闷 想找个人聊聊 是因为 竞标的事吧 不只是 关于这次竞标 我有一些心里话 想跟你说 我一直很尊重你 拿你当哥哥 也觉得跟你很亲近 但是 你没有必要为了 打败顾总和许总 做出那样的事情 如果许总要追究 你恐怕是 告诉我什么 让他去告诉我 这些年我为什么 这么处心剂虑 我就是要打败他们 我只有打败他们 我才能在这个行业里 立足啊 直到有一天 我能掌握足够的 财力和权力 我才能帮你捧围 一线的设计师 帮你完成所有的梦想 可是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 帮我做过这些 我也绝不会同意 你做出这些事 是我太着急了 我应该立足再稳一些 再动手的 你喝多了 跟我上楼吧 我让姑姑给你煮那行酒汤 晓宁 我不去 晓宁 我哪儿都不去 晓宁 你今天必须得听我把话说完 这些话已经憋在我心里 太久了 可我始终没有机会跟你说 他们就像一根针一样 每天都在刺痛着我 我再不说 恐怕真的要万简串心了 你 你要说什么 晓宁 我喜欢你 徐哥 你喝多了 没喝多 小宁 我现在是清醒的 所以你听我把话讲完 小宁 我喜欢你 以前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就觉得照顾好你 保护好你就够了 她事实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我发现我对你的感情 一天天在改变 我已经爱上你了 我想要给你最好的生活 所以我才会在那个家里 忍辱负重 我就想有一天 帮你完成实现你所有的梦想之后 堂堂正正地在你面前告诉你 我喜欢你 徐哥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为什么是顾川 我哪一点不如他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面对当年的变故 我曾奋不顾身地保护你 你也用你的微笑来温暖我 晓宁我们的精力无法替代 没有人能够替代 徐哥 我们从小起长大 我拿你当亲人 当哥哥 我说了我不想当哥哥 徐哥 你喝多了 等你清醒一点 我们再说吧 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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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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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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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过医生了 他说你没什么事 休息一下就可以出院了 你今天说的话 让我很意外 咱们从小一起长大 但 是那种很纯粹的友谊 是好朋友 甚至是亲情 我知道 但你伤害了这份亲情 小娘 我今天确实没有控制好 自己的情绪 说了重话 小娘 你别往心里去 小娘 以后尽量少见面吧 你也多保重 小娘 我爱你 声好 铃波轿的用户暂时无人 您好 铃波轿的用户暂时无人间 怎么了 都让你想你 所以就来了 受委屈了 没有了 就是想抱抱你 好 抱抱 怎么了 初安 快救救我吧 我觉得再这么着下去 我也要换颗心脏了 赶紧给我指指针 我无能为力 不是 我就害怕到处真相大白那一天 赵妍她会 她会好不由于地一脚 把我踢出这个家门 那你就坦白啊 坦白 坦白她肯定就不要我了 不坦白我死得更快 就没有什么能够 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她很忙 没一起 请 郭总 既然你跟诚然是多年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呢 也少了一份生疏 多了一份亲近 所以以后啊 欢迎长导家里来做客 好的 一定常去 好吧 我们合格营 纪念一下 好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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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 顾总 虽然说有承认这层关系 但是你们这次拿下标的 完全是因为你的设计方案 征服了专家组 我们也是听了专家的意见 才采用了你们的设计方案 所以顾总 你足够优秀 恭喜 恭喜 其实这次的设计方案 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还有我的助理 姜晓宁 设计方向是她先提出来的 没有 没有 我就是随口说说 爸 姜晓宁跟您还有些渊远呢 是吗 她爸是姜广达 当年跟您是同事 姜广达 你是姜广达的女儿啊 姜广达的女儿都这么大了 真好 真好 对了 我订了个餐厅 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走 走 走 一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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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将来谁给你当帮忙啊 许晨阳 我看你把他贴脸上得了 走到哪儿嘚瑟他呢 这不是第一次结婚兴奋吗 所以你是打算挤几次啊 口误 一次就好 我就要跟我的老婆 一生一世白头到老 假发能白头吗 舒服吗 这个 需要帮忙吗 不用帮忙啊 马上就好了 辛苦了 不辛苦 吃饭吧 许总 言姐 开饭啦 来了 饿死我了 姚安宁手艺可以啊 色香俱全 好尝尝味道啊 怎么样 好吃 春 有口福了啊 我们家晓宁 那可是上的老天堂 吓得了厨房 将来谁这么幸运 能够娶了她还不知道呢 所以你是这么打算 老婆 我也上得天堂下的厨房 快夸夸我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顾川我说得认真的 晓宁是一个经常为别人考虑 但是却从来不考虑自己的人 所以你得 我明白你的意思 放心好了 你就别操心啊 顾川责任性可强了 颜安姐 颜安姐 开饭了 尝尝我做的菜怎么样 你说我们两个结婚 让你做这么大桌子 虽然要是不好意思 不过还是很开心呢 今天呢 一是为了庆祝你们结婚 二是为了庆祝 跟迅竺集团签约 再就是 感谢你这么久以来 对晓宁的照顾 晓宁 我也要谢谢你 要是没有你 我还不一定能追上颜安的 来来来 庆祝颜安姐和许总 新婚快乐 谢谢 干杯 谢谢 我终于梦想成真了 老婆 以后还请你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吧 就是你这个头发 什么时候能长出来 妍妍姐 许总可太有诚意了 为了给你求婚 头发都剃了 她这是啥好吗 你放人家顾川 表白子多浪漫 行了行了 别看了 第二杯 祝福小宁还有顾川 希望咱们四个 永远都好好的 对 永远都好好的 等一下 我要把丑话说在前头 假如你要是对张晓宁不好 让我知道了 我第一时间为你是 顾川欺负张晓宁 干嘛为我是吧 你监督不利啊 行行行 快干杯吧 干干杯 赶不赶紧吃饭 干杯 干杯